中信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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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豹子腿方常友 現在時間是8點09分 那我們現在正在拍這個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剛剛其實是在開直播啦 那我在這短短的四局 我就看到了一些東西 那我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講中信兄弟 我們剛剛看到中信兄弟 他在第一局上半的時候 就第一名打者上壘 那再來 中信兄弟的第二棒李勝玉 林外助長教練下達一個短打暗號 在第一局的時候 沒有人出局下達短打暗號 其實我覺得 以中信兄弟的球風 這個時候下達短打暗號 是合理的 但是咧 我也有一點比較想不透的是 在兩好球之後 還是下達短打暗號 讓李勝玉去觸及 結果最後那顆球是好球 他熟棒了 李勝玉其實他的攻擊能力是不錯的 那 其實我們從表面上的上面成績來看 是 各方面都表現出 應該讓李勝玉去做攻擊 那李勝玉也在第二個打擊 就擊出了安打 我們來探討一下 為什麼中信兄弟 在第一局上半要 讓李勝玉去做這個吸陣處局 其實吸陣處局沒有錯喔 在每一個球隊裡面 都有做一些勤收 那也都會有一些數據上的分析 那如果 中信兄弟的犧牲短打 把臉上的袍子互送到得點圈的話 那 交給後面的第三棒 第四棒去做攻擊的話 拼一隻安打 如果在他們的勤收裡面 是這三四棒的得點圈的打擊能力 擊球率 以及有效攻擊率 如果是很高的話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下打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這個也有關於我那天 跟美國大英猛的教練 也是有在討論這個議題 這個問題 那美國大英猛那裡 為什麼看到他們的吸陣處局 是比較少 因為他們在一壘有跑者的情況下 他們的數據統計發現 短打浪費了一個出局數之後 他們的後面要拼一隻安打機率也不高 反觀他們那裡的數據統計出來是 他們如果一壘有跑者 讓他們的打者自由去做進攻 那有效的攻擊 以及安打率還有得分率的比率 是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在美國職棒大英猛 比較少看到短打 那美國大英猛也都比較強調的是 強攻 其實 綜藝兄弟我們一直知道 他們是日系的球隊 那他們對這方面 我相信也是有下足功夫 在第一局 李勝玉是不是在這個打擊 綜藝兄弟是需要做短打 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以再拿出來多做一點討論 有檢討的空間 這些內部的勤收 這些內部的數據 我們不知道 我們拿不到 那我相信 林輝柱總教練會在那個時候 下達這個戰術這個暗號 他一定是有充足的數據在做背書 所以才會這樣子做 那樂天桃園以及統一師 在三局上半 霸靈爵 他解決掉了打者之後 他跟二壘的跑者 有一些言語上的交鋒 那我們也看到當時 反鄧清空 很明顯看得到霸靈爵 他是在反應 偷暗號的這件事情 以我的經驗 我在統一師打了六年的經驗 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統一師其實 其實我沒有收過這種偷暗號的指令過 那我們球員內部 其實老實講也沒有 但是現在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是我那個時候是沒有的 再來還有另外一點 我們直接討論的是 當你懷疑以暗號被偷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去更改暗號 更改暗號也是另外一種操作 尤其二壘的跑者 暗號有很多種 我們看到 捕手在比暗號 他可能會比很多個 他會有很多個暗號 那其實這些暗號怎麼看呢 之前有拍過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再跟大家講一次 基本上 投手可以給捕手 讓他知道我要看第幾個 在投球之前 那假設我今天要看第二個 那捕手所做的暗號 第一個是直球 第二個是變化球 那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那就是看第二個暗號 這是一種方式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捕手從這裡做暗號 告訴投手要看第幾個 也許這也是1 這也是2 這也是3 捕手會先告訴投手說 我要你看第幾個暗號 在這暗號之中 再去辨別說 欸 你要看第幾個 先跟投手講好 我這樣比暗號的時候 假設這是1 2 3 那我要告訴你 你要看第幾個 假設暗號是看第一個的話 就會1 2 3 4 5 6 再下來比 再下來比 因為我們看到這裡是看第一個 第一個暗號 再比一比 那下來下面就看第一個暗號 這是一個方式 那這個是手背方 那我們再來講攻擊方 其實攻擊方 偷暗號 我拿幾種方式其實很簡單 跑者 在蕾上 他可以是 可能我摸右腳 那一隻腳在膝蓋 一隻腳在大腿 這樣子 這樣子是什麼 這樣子可能是靠打者的外腳球 我們現在模擬是右打者的話 這是外腳球 內腳球 變化球 直球 直球 這有很多種變化的方式 那這個其實 可以 各隊 那有些球隊也許是摸一下帽子 內腳 外腳 那有些球隊 他可能是 右腳 往右移步 那就是內腳球 那我都是 往左移步 就是內腳球 對 可以有這樣的操作 這其實拖暗號有很多個方式啦 確實我在 國小 國中的時候有用過 但是 老實講到了 高中 到了 大學 到成人 到甲祖 甚至到職棒 我都沒有拖過暗號 確實在那種小型的陪賽 學生棒球 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再來就是霸凌爵在這一場比賽 我們剛剛看到比賽 他們目前是落後 樂天為什麼在這場比賽 會處於一個落後的情況下 基本上霸凌爵要佔一個很大的因素 還要負很大的責任 為什麼 統一的打者只要上一雷 基本上他就得點捐了 為什麼 霸凌爵 他每一顆球 投球的秒數 方式都一樣 他都是看完暗號 看好 set set結束之後 可能就1 2 3 他就投分雷 他完全沒有牽制 他完全沒有節奏上的變化 可能可以這一次2秒 下一顆可能4秒 在下一顆可能6秒 他需要有這些節奏的變化 他可能可以2秒牽制 3秒牽制 4秒頭本壘 5秒牽制 或者4秒牽制 都可以 尤其他又是左頭 他其實是可以非常有效的看管 一壘的跑者 那這個我相信霸凌爵自己本身也一定知道 但是有時候就是這樣啊 在場上當局者迷嘛 那我們剛剛看到轉播 其實曾陶居總教練也有在提醒霸凌爵說 他的秒數都一樣 只要對方上到一壘 他就是等於 他上去一壘之後就到壘啦 包含今天我們看到陳潔線 他也有二壘到三壘 他完全就是抓住投手的投球節奏 投球tempo 我們剛剛直播開到一半喔 我就看到這些問題 那我想說 把它拿出來跟大家做分享 其實看到忠運兄弟在目前的比數還是落後的 霸凌爵在目前的比數也是落後的 那我們等下比賽結束 上片的時候比賽應該也結束了 但我不知道到時候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但是我目前看到這些問題 那就把它拍攝出來跟大家做分享 以及我自己當球員的經驗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那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記得一定要理性 那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掰掰